小时候我妈有时候打我 后来有一天 我就被打得实在不行了 我就被打得实在不行了 你妈妈会不会因为这个节目被抓起来 不会不会不会 现在已经过去了 过了追溯期了 过了追溯期了 然后后来我写了一张纸 我写了四个字 打人犯法 然后我就举到我的上 就打了打一半 打人犯法 我妈当然开始笑了 我爸打完了我 我心里不爽 然后回屋自己瞎唱唱歌 我爸老大我 我爸老大我 就随便编歌唱 我爸老大我 我爸老大我 你爸能听的吗 能我就是说给他听的 关着门我来说给他听 没反应啊 就该做饭还是做饭 我爸还大我 我爸总是大我 我小时候特别调皮 每次我下楼的时候 我都会 一个一个去敲我邻居的房门 然后从楼上敲到楼底 然后后来被我妈发现了 然后被我妈报答了一顿 上课的时候就开小差 我接着画画的课 然后我们就画其他的 画自己想画的东西 然后就被老师一顿痛打 然后回去我爸妈又一顿痛打 我爸妈给我的压力 其实小时候很多 小时候惩罚我 就是让我在地上皮擦 就是按这个错误程度来 来就累积 就是一个小时 就一直撑在地上 一个小时 对因为我的筋特别特别硬 所以对我来说就很苦 关注圈教主 娱乐可以有温度